是有点冷 我可不可以先先穿个衣服 然后再给你们 再给你们上呀 哥姐出来们 先穿穿个衣服再给你们上 好不好 我把衣服穿上 我刚刚回来的时候还蛮热的 然后现在就很冷了 我穿在这里在这里 对谢谢 谢谢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哥姐叔叔爱们 感谢你们来到家威的直播间 感谢感谢 真的很感谢 穿上衣服吧 好的 没抢到是吗 没抢到没有了 哥姐叔爱们 因为刚刚最后一单没有抢 我就把它吓掉了 我就把它吓掉了 对 穿上衣服 好了哥姐叔叔爱们 你们那边今天有没有出太阳 今天有没有出太阳呀 哥姐叔叔爱们 你过了年初 直播 我想再过年 买灵质包子粉 是不是啊 哥姐叔叔爱们 我想过了年再买灵质包子粉 哥姐叔叔爱们 因为这个好东西的话 它不等人 有些时候它就有 有些时候我走了好几个地方 都没有这个灵质包子粉 有些时候有 有些时候没有 下雨是吗 我们今天这里下雪了 如果明天雪大的话 我就带你们看 好不好 哥姐叔叔爱们 明天雪大的话 我就带你们看 想看李哥呀 哥姐叔叔爱们 你们 想让我跟李哥连麦是吗 想不想 哥姐叔叔爱们 我看有 有姐姐 呃 我不知道是姐姐还是阿姨 说想跟李哥连麦 连的话你们就 想看的话你们就打个想 再上包子粉 我再买一单 是不是啊 哥姐叔叔爱们 因为这个包子粉的话 刚才最后一单了 最后一单了 我害怕你们不够抢 想的话你们打个想 我就给李哥连麦 然后我们跟他聊天 好不好 因为他刚刚跟我说 好像是 呃 他准备来了 说在下班下班 怎么怎么样 来 咱们直播间 现在有这么多神 想看的话 你们就打个想 想看的话 你们就打个想 我就给你们 跟 跟李哥连麦 对 哎呀 冷得我都发头了 脸上是包子粉 对啊 脸上是包子粉 哥姐叔叔爱们 想是吗 我看一下 我不知道李哥 在不在直播间 哥姐叔叔爱们 你们觉得李哥 在直播间吗 你们觉得李哥 在不在直播间呀 喜欢你们俩 谢谢 谢谢哥 姐叔叔爱们 对这个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李哥给我们 在在吗 哥姐说 你们看见李哥了吗 你们看见李哥了吗 因为 我看一下 我不知道李哥 在不在直播间耶 你们觉得李哥 在不在直播间呀 他刚刚说 他还没有下班 怎么怎么着 我就不知道 他在不在直播间 你看见了 看见了吗 那李哥 你你知一声好不好 你知一声 那哥就算吗 我先把火生一下 我先把这个火 给他生一下 太冷了 好 我们下降了 水 我来一下 水 水 沾 李哥你在不在直播间 在的话你扣一个 你扣一个八 如果你在直播间的话 你扣一个八 好不好 明天发货吗 对 明天早上哥姐叔叔爱们 我待会我就会给你们 就是打包 打包之后 每一位哥姐叔叔爱们的 我就给你们 有一个八 这个是李哥吗 哥姐叔叔爱们 这个是李哥吗 李哥的名字不叫这个吧 有一个扣了八的耶 什么至哥无上 这个不是李哥吧 这是不是李哥呀 哥姐叔叔爱们 你们可以帮我看一下 是不是李哥吗 因为我如果是李哥的话 怎么那么多扣八的 怎么那么多扣八的 哥姐叔叔爱们 你们不是李哥 你们就不要乱打 好不好 是李哥的话 是李哥的话 就扣个八 如果不是的话 因为过两天我要回家了 一键飘香 你说了什么呢 我看一下一键飘香 明天发货吗 对 明天发货 逗你玩的 不要跟我开玩笑 好不好 哥姐叔叔爱们 不要跟我开玩笑 你们 如果我点不到的话 我就不知道李哥是哪个 对 我不知道李哥是哪个 别乱扣八 叔叔们 肯定是这些哥哥和叔叔们 在这儿跟家伙开玩笑 对不对 我是假疤 我是假的 你是假的李哥 对不对 你是假的李哥吗 都想当你的李哥 谢谢啊 谢谢 我才是 我脸上有个八 林志包子粉拿来冲水喝 哥姐叔爱们 我脸上是那个林志包子粉 对 我脸上是林志包子粉 不是脑伤的 哥姐说你们那边今天 天气怎么样 冷不冷啊 冷不冷呀 哥姐叔叔爱们 冷不冷 紫赫呢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人都在找紫赫 哥姐叔叔爱们 都在找李哥 对 我伤口了吗 没有呀 没有 把人吓一跳 对呀 我还以为是李哥把我吓一跳 下雪了 我们这里也下雪了 我们这里也下雪了 冷是吗 好像全国都降温了 对不对 哥姐叔爱们 全国都降温了 我们这里零下38度啊 哥姐叔爱们 你不上班了 哥姐 哥姐说我们是这样的 我跟李哥借了一笔钱 我跟李哥借了一笔钱 我 因为 因为我最近家里面出现了一些变故 哥姐叔叔爱们 我家里面出现了一些变故 我 我爸爸妈妈的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 可能是家威不够优秀 家威 不够努力吧 然后我爸妈妈 他们之间 最近出现了一些变故 然后 我就不得不留在家里面 照顾我弟弟妹妹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的人就是 反正我不知道怎么说 家丑我也不说了 所以我就想着 跟李哥借一笔钱 在家里面弄这些农产品 顺便也照顾我弟弟妹妹 所以我就 我就打算留在这边 做这些小生意嘛 如果成了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不成的话 那我也没关系 对不对 哥姐叔叔爱们 接了多少 我给你还 不用 谢谢你们 谢谢直播间的 哥姐叔叔爱们 对 如果 我相信 像现在咱们 有很多城里 像家威一样大的 这种哥姐叔叔爱们的孩子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的孩子 肯定过得很幸福 对不对 像家威这样大的年纪 吃自己想吃的 喝自己想喝的 穿自己想穿的 去任何自己喜欢去的那种地方 去旅游 对不对 全球啊 全国啊 哪些地方都去 但是 无可奈何嘛 天有不测风云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哥姐叔叔爱们 我觉得 我可以去克服这些东西 我可以慢慢的去 努力让自己变强 让自己去变坚强 就算我爸爸妈妈之间 大人的事情就交给大人嘛 大人的事情就交给大人 我就只负责照顾好 我弟弟妹妹就可以了 我就只负责照顾好 我弟弟妹妹就可以了 他们的事情 我也不想去 过多的去深究 因为我已经劝过他们了 我也就劝过他们了 所以 各位姐叔叔爱们 已经说到这个 对 我劝过他们了 但是他们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我也不能束缚他们的生活 对不对 我也不能束缚他们去奔向 自己更好的生活 所以他们觉得 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就好 我也不说太多 好不好 各位姐叔叔爱们 我不想说的太清楚了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你们就扣个一就好了 好不好 各位姐叔叔叔爱们 你们知道了 你们就扣个一就好了 其他的话 我就不想说太多了 好不好 对 我这个年纪的话 肯定有很多 哥姐叔叔爱们 都觉得怎么样 都该是吃好吃的 玩好玩的 穿好看的 这种的一个年纪 一个青春美好的年纪 对不对 为什么在家 当一个农村的草仆 是不是 但是 哥姐叔叔爱们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相信 我只要把我弟弟妹们照顾好就可以了 哥姐叔叔爱们 谢谢 如果你们支持家威的话 就打个支持好不好 哥姐叔叔爱们 真的很感谢你们 明白我的意思 对不对 谢谢 真的 哥姐叔叔爱们 我觉得有些时候 没了你们的照顾 没了你们的支持的话 就很难让我坚持 其实再往前 再往前几年 或者是再往前十年 五年 七年 八年 这种家威 也是一个很开朗 很活泼的女孩子 真的 我以前也是一个 很开朗 很活泼的女孩子 但是现在的话 可能笑容越来越少了吧 因为 我的声音都变了 不好意思 哥姐叔叔叔爱们 我的声音都变了 因为现在的话 不说了 哥姐叔叔爱们 我不说了 好不好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谢谢 谢谢你们的支持 你们能够支持家威就可以了 谢谢你们 谢谢 顺脸好看 对不对 好 真的很感谢你们 哥姐叔叔阿姨 嗯 对 我现在 我觉得啊 我觉得 我存在这个互联网的意义 就是给大家带来开心 带来快乐 所以我 希望我们直播间的 哥姐叔叔爱们 你们也是每天都开开心 心快快乐乐的 好不好 不要太激动了 是吧 对 不要太激动了 没有受伤 哥姐叔叔爱们 这款项链是家威 看着的非常好看 对不对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我也很感谢李哥 如果他在直播间的话 李哥谢谢你哦 谢谢你给我送的这个项链 我很喜欢 谢谢 等一下 我把我的火给烧 忘起来 不然太冷了 哥哥姐叔叔爱们 不然太冷了 然后我再给你们分享 我的这个背母 好不好 哥姐叔叔爱们 再给你们分享 这个背母 我就坐在这里 跟你们聊天吧 我就坐在这里 跟你们聊天哈 坚强 没有过不去的坎 士导哥姐叔叔爱们 我觉得 首先一点 我不能阻止 我爸爸妈妈去 奔赴更好的人生 其次一点的话 我觉得 没关系 现在我也长大了 我也有一份能力 去帮助我的弟弟妹妹 只要把他们的 学习这方面 给他们弄好就可以了 努力挣钱 对 我也想着努力去挣钱 因为你如果说 去上班 一辈子打工的话 那我自己是打过工 去外面上过班的 我觉得一辈子都可能 就那样 更何况 我现在还有弟弟妹妹 对不对 我现在就想着 去放手一搏 哥姐叔叔叔 去放手一搏 所以我给李哥 借了一笔钱 然后去好好地 做这个农产品 这个行业 谢谢 欢迎新进来的 哥姐叔叔阿姨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真的谢谢你们 如果你们觉得 喜欢嘉维 嘉维这个人 还不错的话 哥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有条件的 可以给嘉维点赖 一个粉丝腾牌 还没关注嘉维的 可以给嘉维点点关注 好不好 哥姐叔叔阿姨们 真的很感谢你们 对 我脸上怎么了 我脸上是 林芝包子粉 哥姐叔叔阿姨 林芝包子粉 想要背母 对不对 哥姐叔叔阿姨 是的 这两天天气了 真的 这个背母 确实是很需要的 这个领子有影响